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来挑战我的脑力 你也就会数个一二三四还敢挑战我 今天的脑力就是这个了 我来看一下脑力大作战抽签游戏 那既然是抽签的为什么又说是脑力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宝宝我是不会让你赢的 我是不会让你赢的 那我们来看看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们拆出来了 但是里面就这几样东西吗 一个小红碗 一个骰子 还有一个小鸡 还有这么多条线 这又是干嘛的呀 老大 我来告诉你 这个红色的碗呢 红色的碗 它上面是用来放这些树条的 哦 好那月月姐姐呢 来帮你做一下 哎 我们把这些小树条放上去 那接下来呢 哦 然后呢 拿起我们的这个小鸡 把它放到小树条的上面 啊 好了 月月姐姐都已经做完了 嗯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骰子 而且这上面呢 没有一二三四的数字啊 哦 对 上面呢 都是彩色的 然后 月月姐姐 你投资一下 哎 哎 上 朝上的呢 是绿色的面 哦 对 然后呢 你就对应这个颜色 拿出碗上面的绿色的线 啊 所以呢 我应该拿这一条 对不对 哦 哎呀 哎呀 哦 天呐 我们是要保持把这个线拿出来 然后我们的小鸡一直在这个上面 是吗 嗯 对的 对的 嘿嘿 月月姐姐 看来我今天的脑力挑战一定会被你放的 你看 你一下子就把小鸡弄掉了 哎呀 不是 我这不是在城市吗 那现在呢 我都知道游戏规则了 你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来PK一下呢 好啊好啊 那让我重新弄一下 我们开始吧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小鸡已经 已经在这无数条线上面了 小鸾鸾我们要不要开始呢 好 那月月姐姐你先来吧 我要来投这骰子了 朝上的面是红色的 那月月姐姐呢 首先 我已经找到了一条 很好拿的红色 机智如月月姐姐 那好了 娃娃接下来到你了 电铃铃电铃铃 一定要保佑娃娃 哦 你这个是 我这个是黄色或者蓝色 我可以自己挑选哦 哦好吧 黄色或者蓝色 我看黄色好像都很危险哦 那我就拿一个蓝色 没有月姐姐的运气好 不过这个也是可以的 月姐姐来了 哦红色或者绿色 哦那就这一条吧 小鸡小鸡你要小心哦 哦千万不要让我把你弄掉下来了 好了 娃娃了 哦 哦 蓝色或者红色 嗯 那我选择这条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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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我们 娃娃你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哎 黄色或者绿色 那我要 我要选择 哦 啊 不是吧 现在真的是月月姐姐 我把这个小鸡给弄倒的呀 嗯 嗯 早就跟月月姐姐说过了 嗯 这种靠脑力的事情 娃娃还是很厉害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抽签游戏嘛 考察的应该是我们的观察力 然后还有我们的动手能力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线 你看 特别的弯 所以有时候呢 会碰到其他的 所以才会倒的 这个呀 也不是特别的靠脑力 嗯 不过呢 嗯 娃娃这一次还是非常棒的 毕竟是战胜了月月姐姐嘛 嗯 那当然了 哈哈 最棒的 最棒的 嗯 好了 月月姐姐 既然这一次我已经战胜你了 那我就要去找别人挑战了 哎呀 月月姐姐这次是不小心才输给你的 嗯 那不过呢 月月姐姐觉得呀 我输得挺心不甘情不愿的 平时就一次我就输了呢 所以呢 月月姐姐也要拿这个玩具去找小伙伴一起来试一下 那会是哪个小姐姐呢 小朋友们一定要收看我们的玩具对对碰 那里面呢 会有月月姐姐精彩PK的视频哦 好了 小朋友们 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再相遇吧 拜拜啦 拜拜啦 小朋友们